今天咱们玩什么呢 好久没做帽子了 今天咱们做个帽子吧 前段时间戴的这个 教堂社的帽子 超多人喜欢 但这个帽子没办法做 因为这个是这个 纯羊毛的 它是一次压字定型的 我们自己可能做不了 然后这是一个报纹的礼帽 非常的好搭 也非常时尚 还有这种帽子 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 版型的帽子 这个呢一次买了两个 都是格子 但这个薄一些 这个是冬天戴的 这个是去年做的一个帽子 去年做的一个帽子 我也挺喜欢的 也非常时尚的 这是一个 也是冬天款的这个帽子吧 两面都可以戴的 还有这个 这个是一个贝雷帽 出镜率非常高的 咱们今天就做一个这个吧 它的帽形呢 其实和这个是一样的啊 但是呢 这个我们没办法做 咱们就做一个这个 首先我们来怎么样打板 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样做哈 小三本 妈妈做事了哈 乖乖在你头不要闹啊 这个我们直接就在上面画板好了 这个帽子呢 这个帽子呢 是由完全相同的八颗材片组成的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打出其中的一个 给它剪成八片就可以了 啊 另外呢 这一个材片 我们有发现它是对称的 所以呢 只需要打出这个材片的一半 对称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打这一颗 材片我们要怎么样打板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面料对折 上面留一定的缝分 整个帽子的高度是19厘米 然后下面呢 是一个3.5厘米 这里是3.5 然后从这儿向上一个7厘米 7厘米这里我们画一个5厘米的宽度 这个是5厘米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顶点这个地方 给它连一条线 这里和这里3.5 给它连一条线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给它修顺 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它一个0.7 0.8的一个弧度 这样画成一个圆弧状的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保持一个直角 给它下来一点点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保持一个直角 这样子 护上来 这里啊 下一个0.5的样子 给它圆弧过来 那么这个板咱们就做好了啊 留一厘米的红分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是一个直角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直角 我们跟另外一个拼接的时候 这个地方才是180度是平级的 如果是顿角跟锐角的话 那么拼出来这个地方就不平直了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下落一个0.5 给它做成一个小直角 现在我们来裁剪这面料 留一厘米的缝边 这样子的彩片呢 我们裁八个 接着我们剪一个这个 帽尖尖的小耳朵 两层啊 宽度两厘米 高度呢 三厘米 画成一个圆弧状就可以了啊 你可以画成这个弧状啊 好 放一厘米的缝分把它剪下来 这个来做礼布 是不是有点小奢侈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铜鞍丝 手感非常非常的舒服 有点小舍不得 做礼布呢 我跟别人不同 不是面部礼布一样的啊 我这次做了一个 不一样的 大家来看一下 礼布的这个帽顶 是一个直径为18.5厘米的一个圆 然后整个的帽围呢 长度是56厘米 高度呢 是10厘米 这个都是近尺寸啊 我这个剪下来 都是放了一厘米缝分的 这个用的是30D的布衬 把这个啊 面子 我们都给它烫上衬 然后把这个剪下来 这两个小布尔朵 我们也给它烫上衬 这个帽的面子呢 一共8块 全部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做了 先将这个帽耳朵 正面相对 旁边肘一厘米 也给它缝起来 然后翻过来 家里呢 就有这个老式缝纫机了 其他的缝纫机在工作室里面 我们把这个耳朵缝好了之后 给它剪到0.5 然后呢 借助一个工具 给它翻过来 翻好了之后 就是这样子的 咱们给它放到边上啊 备用 我们就把这个帽子的这个面部 两个两个这样缝合 缝放为1厘米 新手朋友不会做的呢 我们在这里放一个定规 定规呢 就是保持1厘米的红缝 我们把这个缝剔开 一边给它压0.5的这个明线 这个线呢 咱们都压好了 现在呢 就是这两个和这两个 再给它正着 这两个缝在一起 我们再给它压线 我们把这个小耳朵夹在这个中间 把这个四片跟这个四片 我们给它缝合在一起 然后压线 这个帽子的帽形 跟一般的贝勒帽的帽形 是不一样的啊 像这个礼布的帽顶 和这个帽围 给它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把它 跟这个帽子 合在一起 装在里面啊 然后呢 就是正面跟正面相对 去缝合 留一个房口 等一下给它翻过来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 这样的定型条 这个定型条呢 防止这个帽口 越拉越大变形的 这个网上有卖的 自己呢 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以加一个海绵 加一块布 给它做成一个这样的长条 我是胡小熟 一个喜欢做衣服的小裁缝 喜欢我的朋友们 请记得点赞 关注 加留言 下期我们再见 感恩由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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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